为响应天主教全国扶船大会 台北总教区在去年陆续举办机场教区扶船筹备会 从筹备会的讨论中凸显扶船的困境与希望 由于新冠疫情的肆虐 全国扶船大会无法顺利召开 但各教区仍认真执行各项扶船提案 并将于8月7号以线上闭幕弥撒的方式 为全国扶船大会画上句点 台北总教区为了提醒教友 扶船人人有责 因此我们重新制作扶船筹备会相关报道 第一集推出的是在去年9月19号 台北总教区青年工作者联合记者会 有来自教区十几个青年团体代表 与教区省长善会及教友之间的精彩对话 那我们等一下呢我们记者会开始 那我等一下记者会的那一个主持人 就是我们的赵神父 所以他非常紧张 我们给他点击器两秒一二 好所以呢等一下 麻烦大家就是有任何问题的话 就会提问 那我就会把麦克风呢 冲过去递到你的前面 然后你们就可以尽情的提问 那我们上面的各代表呢 我们会帮忙回答 好 那我们就记者会正式开始了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慈芬修女 现在这个大专同学会的同学多不多 我们那时候人很多 四十年前人很多 现在不晓得人数多不多 现在的学生呢 不能跟以前相比 那现在学生也很害怕 听到学长姐说 讲当年我们一个团体 一百多人这样子 那为他们是很大的压力 现在是可能全国就一百多人 对所以就是那个信仰的聚会 能够让他们能够更吸引他们 那所以就是 唐区可以提供我们名单 然后也就是鼓励他们 介绍他们这个很好的团体 然后如果我们的陶晨莹 还有学生的活动 如果他们没有钱去参加的话 请唐区支持就是支持学生去参加青年的活动 让他们一次一定就会留下来这样子 对 我们很注意年轻人的培育 我们几个唐区也很在 在注意一下高中跟大学 像我现在有高清任大清 很辛苦 要把他们带起来 可是问题就是 当然我们说 我们就不要管了 年轻人就给你们 可是唐区需要年轻人 不是吗 刚才我们提到过 我们看本堂 哪一个唐区 年轻人很多 大本儿不错 对不对 还有其他呢 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 怎么样的配合 让年轻人也能够在唐区里头 帮助我们 因为唐区没有年轻人 本堂就没有希望 不能够等到大学以后才参加这些团体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没有什么恶意 只是提出来这样的意见 我们一起来想 最近我给新族教区一个青年牧民的演习会 我觉得我这样的一句话会得罪很多人 我们发现在新族教区 很多堂区不欢迎小孩子跟年轻人 这个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 我的堂区到底完全会不会欢迎小孩子跟年轻人 还是你们那么吵 就是这个 不是开玩笑 很多是这样 所以我说今天我真的要得罪人 很多是这样 要这样就这样 让回应一下 主持人 我要回应嘛 当中有没有人要回应 我有点紧张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 就是回应那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也是双边的问题 就是不单单只是说青年团体有这些名单 然后培育了这群人之后 然后他们要放回去堂区的时候 可是对啊问题是堂区接受他们 或者是堂区有提供一个可以容纳他们的地方 或者是堂区有提供一个能够让他们觉得他们是属于这个堂区的年轻人的一个氛围吗 还是我们一直都觉得说年轻人就是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就好了 然后其他的我们大人来决定 或是我们神父来决定就好 其实在这个生活的基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叫做共益 就是应该是所有的年龄层一起去讨论这个堂区的发展 然后一起去讨论这个堂区团体能够怎么样去呈现的这个 一个风貌而不是少数的人 然后就决定了一切 然后另外一群人完全没有声音 大家好我是光明之子 然后我来自的是堂区是延吉街圣母贤林圣白堂 罗纪元神父的堂区 光明之子是一个矿堂区的青年会联合组起来的 有综合堂有通话街玫瑰堂 然后当然有延吉街早期的时候还有板桥 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团体起来就是要回去培养年轻人 我自己在我本堂看了大概15年 我在国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带年轻人 高中生开始带国中生的一个阶段 简单回应神父们几个问题 如何不要去抢人 我包括现在我也在传协会里面 所以我也跟所有的传协会的各位的伙伴们 也一起分享这样的概念 教堂一致教会很常会用的词叫做世代的对立 我们社会会用叫世代的对立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我们自己堂区里面 它其实应该要发展叫世代的融合 我们在一台弥撒当中就是会有小朋友哭哭闹闹的 就是会有老人家他需要慢慢的走 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才叫做一个家庭 一个大家庭一个圣公的状态 Catholic的概念 回到在青年会的工作内容当中 从来不应该要求就是青年团体或是青年人 你们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你们看到的这些困境 不是 我自己的期待包括我自己在堂区 我也会开始推动 因为我现在对不起 小弟我看起来已经30了 我是社会青年人 可是对我来说我还在带学青 我也在邀请我的社新的以前带的青年会的人回来 我们应该是我的爸爸妈妈的那一辈 姐姐们那一辈一起回来跟着我们 一起来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去发展更深的内容 不要把它去做切割 而是我们我们一起 举例来说 神父门面对的问题是怎么培养年轻人 不然你这个县汉你这么常来教堂 你就负责开始筹办 不不不 我们先把他邀请过来 我们一起看看规划什么样的课程 你需要什么协助 我们可以出几堂课 一起来推动这样子的内容 我觉得就算我是这个情况 包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去拉年轻人的时候 说我们一起来搬这张桌子吧 不要是你去搬这个 年轻人去做什么事情 我们从这个东西先开始做往这件事情 我觉得从传协会先开始调整吧 我个人建议 年轻人会慢慢慢慢开始进来 而我也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接待 这个世代的人更多的呼吁是 我们先做好我们的榜样 我觉得有很多的计划 其实我很想讲 包括这个 这个我们所谓的网路浮船 我先想问一下到底我们 教会愿意花多少钱 在人力资源的培养跟培育上面 我们不需要盖那么多漂亮的教堂 对不起 我可能又要得罪很多人了 跟前神父一样 我其实只想问就是到底我们有愿意花多少钱 去让专业的人得到专业的报酬 培养专业的基督教所谓的事工 去从事这个牧林服传 或是他很会培养年轻人给他一个对等的薪资待遇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方向 当然我们不是仰赖他 而是我们这些已经在社会上开始有地位的人 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资源 去建构一个更大的网路 让下一个年轻人可以看到 对耶 我要跟这个哥哥一样 因为他在做天主教的网路浮船 我觉得我要跟他一样 走这条路是有工作可以吃的 有饭可以吃的 而且可以一边做我喜欢的事情 一边也可以累积自己的经济的能力 好 大家好 我带了两个同学 他们是外国朋友 他们是来自华侨中学 他们早上来参加一个英尼 一个菲律宾的 他说 神父这里很无聊 我们能不能吃吃平淇淋啊 我们听不懂 我们听不懂 那问题是说在华侨中学 大概有一百个天就交友 但是他们都不会讲中文 那所以参加这样的活动 或是团体是很难 有一个同学生物教堂领袭 然后是菲律宾来的 那很多 而且他们都住在学校 所以很方便 但是问题是说 很不容易跟别的团体 或是别的机会在一起 所以看看我们能够什么 帮助他们 谢谢 那我想回应一下 吴伟丽审父这样子 就是有提到华侨中学 那就是我们YCS 就是我们之后可以做联系 或是做合作 那像我们在明年 也有一个培训中学生的 寒假营队这样子 谢谢 我们要办活动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教育团体的来带 因为都请我们的那些负责的 都请那些高中生 外交的高中生来 去帮帮帮帮这动不动 后来我们牧林日年 讲一点道理 不过不够 那学生不愿意听这些人的声音 是要我们教育 如果是教育的学生团体来带的话 可能就不一样 那外交人跟 那不是说他们 他们很有热心 他们说神我们可以帮忙 他说请来帮忙 可是对学生就没有什么帮忙 对信仰 我们是讲到信仰 如果活动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会信仰 所以希望 如果有人愿意帮忙 愿意到乡下去 跟我讲 我可以安排 有很多地方 我们大同乡 南奥乡 包括很多地方 谢谢你们 那那个等一下我回应一下那个 高省高国青省 就是对啊 如果就是 我们可以去讨论一下 就是如果怎么样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 一时多区的地方去服务这样子 我记得那个 先汉德他所提出来的一个 一个问题也就是经费 如果我们看目前的 我们的这些团体 不少也是有修会的一些补助 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效 但是我们重视什么 有漂亮的教堂 或者是有一个 我知道一个地方我不说在哪里 反正就是光祭台花了两百万 这个是我们要的吗 所以我想我们再次的需要思考 我们成为教会 无论是以教区文单位 或者以堂区文单位 无论如何 或者以修会文单位 我们在哪里 真正的花钱 是不是真的值得去花 而不是那个两百万的机台 是不是可以丢给某个青年组 然后让他们发展 可以帮助多少人 所以我想大家好好的思考这个金钱 还有因为 透过这个金钱 之后也可以做到很多的东西 包括培养 包括地士多区的 政府的困扰 也许也可以有一些赞助等等 我还是这样说 一个世代就是一个世代 围墙自然会建立起来 这是不能避免的 但是呢 它不是不可以拆 所以在这种拆的过程 互相的理解 体谅 所以这样的桥梁 我觉得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就是说 就是回答 照神父刚才前面 最早的时候提的 你们训练好的这些人 回到本堂 本堂神父不喜欢 都就是 自在的隔阂 不喜欢 那当然 这些年轻人 喜欢团统的教友 这个神父教堂 所以这个中间还需要 有一个桥梁 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活动 在思想上 态度上 行动上 有一个放手 接手世代的一个活动 是在跟唐区的一些 妈妈爸爸们的一些沟通和相处 我们也有 就是南松山的妈妈们 她们今天也有来到这边 来陪伴我们 对 在那边后面 那 就是我们跟南松山的这些 教友们 就是有很多 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的方 的一些相处 那很多事情 妈妈或是爸爸们 她们会支持我们 帮我们送餐啊 或是帮我们处理一些 琐碎的事情 那平常的话 我们就是也是会 有一些 我们的活动也会开放 让唐区的那些 所有的教友一起来参加 那这是我们大博尔青年团 在南松山这边的相处方式 另外关于那个 天主教家庭文化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七月底才刚结婚 那我跟我老婆就是 是在大博尔青年团认识的 我们在大博尔青年团这边 我们在跟天主有很深的相遇 我们在这个信仰上面 我们很认真的 想要跟天主有更深的一个体验 跟更深的爱的一个互相的交换 那对我个人来说 这个信仰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我的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不会让它 在我的家庭当中消失 这是我个人的 在民工圣体当中领受到的东西 我不会让它离开我 那我老婆她也是这样子的告诉我 所以我们一起组成的这个家庭里面 我们有很大的共识是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只是在想就是感觉这些资讯一直断接 对然后这些人好像一直没有对接在一起 所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下一次 我记得家强有跟我提过一个可能性 是不是有一些提案的计划 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 有缺资金的没关系 我们看怎么筹备资金 然后有好的计划我觉得可以逼此交流 我觉得更想要的是一个提案解决的可能性 这是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期待 如果我还有下一次的会议的话 他们有一个就像回到人才培育 他们是有一个办公室专门做这件事情 所以会有人在前一年就把未来一整年 各个大专院校所有社团 每一个礼拜要的教材都准备好 所以呢 不管你手 就是你就去领了那份教材 带回去你的学校 你就照着他 他会告诉你 就是有使用者说明 你就第一个礼拜做这个 第二个礼拜做这个 第三个礼拜做这个 所以他们有一群人是花很多心思在上面 可是之后就可以方便很多其他的人 去比较好的去使用 那像我们其实 就是我们台北教区这么大 然后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需求 我们也感觉到很无助 就是怎么样带年轻人 其实不知道 可是如果说 这是个愿景吧 也许在中主教的任内 我不知道 就是如果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不要每个团体 每个团体都很辛苦的去做一些东西 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统一 大家都可以分享 就是我们都有同样的青年 我们可以去分享同样的东西 这样子我想为大家都会比较容易吧 我在这边想要分享几个心得 一个是 我前几天在教堂遇到了一个 从来没看过的老人家 他在跟我分享 他在读圣经的心得 他就说 你们青年都在干嘛呀 我就说 我们就是 弥撒的时候会服务啊 然后什么什么的 对 教堂有很多事情都是青年有在服务的 他就说 不行 我觉得青年就是一定要读圣经 然后每个礼拜都要教心得 对 每个礼拜都要来读圣经 晚上呢都要聚在一起读圣经 然后要教心得 然后旁边有一个教友听到就说 啊这样你的堂就不会有青年啦 然后他就说 那也不是我的错 是他们不来 这样子 但是我听了 我很不好意思 我翻了个白眼 对他有点不太好意思 但是 我必须老实说 堂区内有非常多这样子观念的长辈们 那我们其实会听也会读 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对他做太多真相的回应 那我本身也在陪伴我堂区内的 比我年纪再更小一点的青年 苏臣妇刚刚说的对 其实隔阂是有 围墙是有 但不是爬不过去 本人方林24岁 对 那比十几岁的小朋友们 我也会不知道要讲什么 我也会不知道怎么带领他们 甚至我没有上过所有培育 我没有去参加过这些团体 我没有所谓的资格或者是身份 我只是年龄比他大了 所以我可以陪伴他们 那在这方面 我对他的信仰其实没有帮助 我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姐姐 就这样子 如果现在想要提的一个 很简单的事情是 能不能够建一个联络网 不用你们去跑堂 不用你们每年排时间 去每个教堂带活动 其实如果能够把联络网建立起来 有教会 当然教会都有你们的联络方式 串起来 找个平台 群组也好什么也好 就想办法找个比较有效率的平台 我们教会里面 只要是碰到有青年 感觉他想要做青年的活动 或是带团体 请他来找你们问 你们不用跑堂 你们只要丢出问题说 我碰到我想要带一个活动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 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你们就回答就好 这样子我觉得效应会非常之高 因为我们利用现在网络的世界 危机就是转型嘛 现阶段有一个网站叫做Garden 那它就是 其实就是在回应你的需求 我们有那个网站 然后它里面有我们所有团体成员的 不是成员的 就是Leader的这个联络方式 然后它的所在地 以及每个月更新的这个 每一个月的活动内容都有在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只是它的曝光率真的不高 点击率真的很低 我真的很感谢天主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有了机会跟台北的这个青年工作者 开始有了接触 那我第一次知道我们台北有十几个团体 是在去年我们要邀青年团体的时候 才从福传牧林处知道 我们台北不是没有青年 而且还有十几个青年团体 那当时我们邀的时候只有三个回应时 其实我们真的蛮难过的 是说他们在哪里 那其实刚才有一个PPT 讲说我们不能问他们在哪里 而是我们要知道 他们就在这里 我们要打开眼睛来 然后看到他们 需要神父们 主席们 甚至我们本来也要邀理事来 那因为真的作为的关系 我们不敢把理事都邀来 就是我们希望堂区的人都认识 包括青年都认识他们 然后他们也认识你们 我们是在同一个家庭里面 这样的概念 然后这个家彼此互相合作 互相帮忙 互相协助 这样 然后可以彼此支援 所以不是 不是对立的 我们可不可以在整个教区 活动安排的时候 以第一个为全国活动为优先 然后把这个全国活动 因为全国活动不会是 一年前告诉你 有的时候是两年前就讲了 我们是不是 连教区安排都可以这样 以全国活动为第一优先 然后呢 第二优先就是 以教区活动为优先 那这样的时候 教区活动为优先 教区活动也不会在一个月之前出来 我觉得这是大家彼此互相帮忙 那以教区活动为优先的时候 每一个夺区 每一个堂区在安排活动时 就会往后 就在往后安排 所以连堂区都以夺区为优先 所以教区办活动 不会没人 因为你堂区跟夺区没有在办活动 就会以教区的为优先 然后全国办活动 台北教区也不会没人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准备 就是要跟全国 要跟大家合一 然后共融在一起 我们在这个会议当中 其实我们大概也会有很多的疑惑 然后很多的疑问 不知道怎么解答 我们可能也还会有许许多多的 梦想跟憧憬 想要在这个教区里面去实现它 其实当我们需要 需要这个问题 需要这个答案的时候 甚至需要这个勇气跟毅力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回到耶稣基督内 这个我们还是需要回到这个全员 以上是台北总教区 青年工作者的联合记者会 会中反映出唐区的世代交替 合作等等问题 下一集我们将把焦点放在多区 多区代表们将说出他们的困难 与期望 欢迎您继续收看 我来法地吗 听说是 我来法地吗 听说是 这些东西 我来法地说是 还是选择的